九合一选举执政的国民党大败 国民党的现任 县市长几乎是全军覆没 连原本比较稳的桃园跟新竹市也都落败 国民党原本在浊水溪以南 唯一的执政县市嘉义也失守了 分析国民党的疏惨的原因是 长久以来人民对马政府的反感 一次总爆发 蓝军溃散 浊水溪以南全面失守 原本唯一剩下的嘉义也输了 没把责任归就政党 但是连民进党自己都不看好的桃园 国民党现任吴志阳都输给了郑文燦 我想这个是整个政党要对民众负责 郑文燦最弱的客家中立 吴志阳领先有限 蓝英选民不出门投票 蓝军流失了铁票 基本盘瓦解 家族势力终结 人民反权贵 寄望改变 用选票说明了一切 世代正义分配不均 30岁到39岁 所以恐怕是对生活逐渐下滑 国民党原本看起来比较胜算的 新竹市许民才 也被民进党的林志坚拉下来 我觉得是因为大环境 对国民党比较不较 谢谢大家 这场选举没有输家 新竹市市民是最大的赢家 现任的县市长阐述的原因 不是因为选民觉得民进党很赞 而是普遍觉得国民党太烂 让许多原本支持蓝营的 不想出来投票 政策的一些受害族群的愤怒 所以中产阶级的全面消失 两岸交流的 不管是认为他交流快或慢的人 其实都不满意 还有高房价 12年国教和实案问题 在在都让人民对政府失去信心 对执政党反感 反马声浪四起 尤其年轻世代对生活不满 反全贵 国民党惨败 已经非关个人 也不是地方县市个别的问题 而是全面性的 是长久以来累积的民怨总爆发 人民用选票制裁国民党 长久以来忽略公平正义的问题 也让国民党这次输得如此惨不忍睹 记者综合报道